这三排是我去年种的薰衣草 今年已经开始开花了 薰衣草非常的香 我要把这些薰衣草的花把它收起来 然后晾干,可以作为香料用 薰衣草可以用茧子来茧 比方说,拿一把 要是用茧子少量的薰衣草 直接用茧子来茧就可以 茧子比较多的话,用镰刀就更方便一些 比茧子快得多 这一棵薰衣草我们就剪完了 这一把我们可以用松紧带把它捆上 然后可以倒着在阴凉的地方把它晾干 晾干以后的薰衣草可以放到房间里 地厨里或者是卫生间 是你的房间有薰衣草的香味 薰衣草要把它剪汁 刚刚我在这里已经把所有的花都摘掉了 那要把它剪一下 剪的目的是使它能够长得更加的丰满 那剪汁要注意的是 它这个薰衣草在下面的位置 根的这个位置 已经开始长得像木头一样的这个径 这种已经变成木脂的地方 就不能够剪 所以在木脂以上 在一寸左右的地方 还没有变成木脂的地方 把它剪掉 就留一块不是木脂的地方 这样它会分很多的叉 使这个薰衣草长得更加的丰满 也更大 剪成圆形长出来就更好看 如果你要是不剪汁的话 它就长得没有那么丰满 就下面物质的长得越来越长的话 就不好看了 所以薰衣草每年剪花的时候 我又要给它剪一次枝 这样就可以了 你看我们家薰衣草 这个薰衣草种在大地里 这里的土壤非常的贫瘠 而且水分也不是很充足 但是一旦它活了以后 就能长得很好 薰衣草不需要很多的养分 也不需要很多的水分 它是一种非常皮这种植物 很好养的一种植物 而且味道非常的好 那薰衣草它里面含有的 Essential Oil 这个油是可以做香料 另外它也有消炎的作用 还有防虫驱蚊的作用 薰衣草是生命力很强的植物 我们把它们种在大地里 从来没有给它们浇过水 也没有管过它们 但是它们就自己能够活过来 真的是不容易 因为我们家这个地很干也很贫瘠 全部是靠下雨那点水 维持它们的生命 但是长得还是不错的 我们发现在农场种的薰衣草 容易活 再一个就是草莓也容易活 这两个是值得种的 在大地里不需要有太多的管理 我们一共种了三排的薰衣草 大部分都活了 但是有一小部分没有活 特别是中间这一排 有很多没有活 所以我们准备 插迁薰衣草 把这个空的位置给它补上 这是我几天前插迁的薰衣草 看它们的叶子还都蛮精神的 看上去应该能活的样子 那这呢是我昨天又剪了一些薰衣草的枝 准备把它们也插进去 那薰衣草呢 那薰衣草呢 它的枝上全部都是叶子 那我要把下面的叶子全部剪掉 因为叶子多了容易流失水分 所以尽量把叶子剪的多一些 好 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个枝稍微长一点 我把它剪短一点 然后插到盆里就可以了 为了节省空间我就用同一个盆 把它插的深一点 再看下一个 这个叶子也都拿掉 留这些留少一点 那下面呢 有很多的原来有叶子的地方 这个节点 这个节点上是应该长根的 那这也同样有些长 我把它剪掉 这个长度可以了 然后把它插到头里面 好,我把所有的都做同样的剪液 然后插线 给它稍微浇一点水 本来 本来 我们家这个喷壶上的喷嘴 找不到了 小心的浇一点点 水不能浇过多 浇过多 它容易烂根子 这样就可以了 保持它是潮湿的状态 OK 然后 然后 要把它 这个 温度 我们就盖上 防止水分流失 这个盖子 既透光 又能够 防止水分流失 那就 过几天 再看一看 如果需要水的话 就给它们浇一点水 不需要水的话 就等待它生根 过几周 再给大家更新 好 谢谢大家观看 愿上帝赐福于你 我们下次见